男生发明了神奇药水 滴在杂志就可以把杂志上的东西变出来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奇幻故事 神奇药水 阿康的梦想是当一名科学家 平时他最喜欢干的就是各种实验 为此经常自己在网上定制实验道具 同学都告诫他小心出事 但阿康对此嗤之以鼻 这天他又在网上定了一套实验组合 趁老爸和老妈不在家 阿康在家里开始倒腾起来 打开一看就是一张说明书 自信满满的阿康觉得自己经验够丰富了 于是看也不看把说明书扔在了一边 接着他把瓶瓶罐罐里的药水 倒在一起开始搅对 但是半个小时过去了 实验药水什么反应都没有 阿康又把桌上的橘子皮和铅笔屑放了进去 随后继续看杂志等待药水的反应 但是他一不小心撒了一些药水出来 药水滴在了桌子下的杂志上 不一会儿一只狗狗出现在家里 阿康以为是老妈买回来的 但是转头一想又觉得不可能 老妈最不喜欢的就是狗了 这时他发现了滴在杂志上的药水 原来狗狗是从杂志里跑出来的 难道是药水的作用 阿康高兴得不得了 这下岂不知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了 然而就在他高兴的时候 狗狗却突然消失不见了 原来药水的药效只能持续十分钟 阿康原本还在苦恼 但转念一想 这样的话和美女约会后 还不用负责任 那岂不是更罢 于是立马去地摊买来美女杂志 但是这么多美女挑得他眼花缭乱 挑来挑去 他决定把封面上的美女演员变出来 滴药水的时候他又犯难了 到底该滴多少药水呢 既然人比狗大那么多 他索性把药水倒了一大半在杂志上 为了迎接女演员 他还特意穿了身西装打扮自己 然而没想到因为药水滴的太多 从杂志上居然出来一个RX号的女演员 女演员要求阿康陪他减肥 吓得阿康逃出了家 幸亏十分钟很快就过去了 RX号的女演员在意料之中消失了 阿康决定再说一次 他又选中了一个美女歌星 有了上次的教训 他决定这次少低一点药水 结果因为量太少了 变出来的女歌星脸上皱巴巴的 像个女鬼 实验再次以失败告终 第三次阿康决定药水滴的不多不少 但是因为他只把药水滴在了美女的脸上 所以变出来的美女只有上完身 来来回回折腾了好几次 药水都快用完了也没有成功 阿康谨慎的选了两个女模特涂上药水 这次成功变出了两个正常的女模特 阿康开心极了 这下自己终于可以爽一爽了 结果女模特一张嘴说话 阿康就傻了眼 原来这两个女模特竟然是两个人妖 阿康是有苦说不出 这个结局让人哭笑不得 虽然故事有些狗血 但是也告诉我们 不可忽视想象力的重要性 很多发明就是因为有人做白日梦 才被创造出来的 所以不要嘲笑有想象力的人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